《路口福音》第二章 第十五节 在约路上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素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所以当我讲这点的时候 我一定要讲及一同心合意的意图 因为你们已经在同心合意当中 拿到很多祝福 但不要在这个恩典当中堕落 因为那个堕落的要求是非常大 神不会让人再回头 神有得撒旦去试探他们 甚至神有意安排一些人 在他们身边等他们跌到第一秒钟 或者第一日就已经蝕续成 是神有意安排这些人在那些人身边 因为神已经是绝对对这些人弃绝的 你千万不要想着 撒旦的存在是不经过神的同意的 撒旦的存在是经过神的同意的 很多这些跌倒的人 他们去叛倒其他人 都是经过神的同意的 因为那些是自今堕落的人 他自己明明神有一个呼召 明明他见到这个贵族的庆美 他不珍惜自己仍然走在那些卑乎当中 明明神要求建立城墙 他就不断去爬墙 OK 神明明希望他们可以斩钉截铁去决裂 但是问题仍然斗断撕连 这些人神是有意让那些人 一跌倒的第一天就已经 不要说多少年了 第一秒钟他就蝕着圣灵 神不会让他们有机会 永远不会有机会回头 因为他们得过的实在太多 付出已经是很少 但当中还要做这些喪尽天良的事 要记住我们所说的神的灵是圣灵 我们所说的电是圣电 神是要我们成为贵重器皿的 去脱离悲战的时候 没错我们以前是在那个世界来到的 但我们不应该再回去 现在你在这边所见到的 真的是神的灵的话 那你就知道在另一边 圣经都清楚给我们知道 在苦毒 在疾道 在第兄中散步纷争 是不介意地叛倒人 发狂地攻击神价受高者 那你根本不用想 不用因为好奇 因为撒旦的隐诱或者试探 我们让自己落在万劫不复的地步 因为我们前面的路 有时间要走的 你知道吗 是有时间要走的 就像这个自传 当我不说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 原来在神的灵的面前 根本有这么多恩赐在前面等着你 前人根本 他们做过的事 根本你绝对可以超越他的 只要你付的代价大 就行了 而不是说你 你现在在人生当中 尽量找一个少过他很多的代价 而得到他更大的祝福 根本哪有这样的路 对不对 就算连同心合意 你也是得回他一样的祝福 但问题那个很多时真的短暂 而很多时甚至那个还不是生活上 还只是聚会上 就好像变成了我在说的聚会 将这种感觉这种同在 借着敬拜咱美和说的聚会 带出来 让会众就算连外面 山卡拉刚刚捉回来的一个人 他们都竟然经历到神的同在 医治 和恩赐运作 甚至信主 OK 是不是因为他 他的性格是完美 在神的面前做很多事呢 不是的 是因为他在这个聚会当中 有办法能够同心 在短时间当中能够同心 是一样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 沾染这种 这个是记住是恩典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恩典当中 纪念恩典当中 报恩当中 施恩当中 使我们永远不会在恩典当中堕落 这个就是主土文 最主要教我们的其中一个题目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决定同心合意 去得这个祝福的话 那就继续去同心合意 得这个祝福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做一样我以前做的事 就像我初初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自己回到这间教会 当时讲的香港真道教会 始终有很多东西 和我一个道教徒是格格不入的 即是不同的 但问题很短时间 当然人的模仿很快 我都模仿了他们所说的所有东西 那种积极 不要说病 不要说死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他们的夏天游戏的时候 有人直接跟我说 又说你经常死呀死呀 经常说那么多死 其实不行的 我立刻那天哭 不是因为那种伤害 我觉得是挺羞恥的 从那天起 我是改了这些字眼 OK 改了所有死呀 这些字眼 好了 但问题就是这样 问题就是 我们改了字眼 是最容易的 OK 而实际上是这样 因为我 因为这样而得到神 在当中真道教会所给的祝福 但问题呢 那个是权宜之计 暂时顶住的 其实你的内心一定要改 好像你的口那么盛热 改了好像你的口那么手弱 改了好像你的口一样那么有标准 改了好像你口自己所说的这个习惯一样 你见不见了 所以变成我们回到教会当中 没错 教会都会让我们 也鼓励我们 你起码做好门面功夫先 比如什么门面功夫呢 可能那个人是黑小夫人 还是妓女 回来他不要穿那么多暴露的衣服 那么短的裙子 这些是门面功夫 但他内心未必立刻改了 因为如果这些门面功夫都不做的话 根本教会真的敬而远之 因为你对神付出的 起码最低限度是这样 我见过一些牧师 跟我说 简单来说 是加拿大的一位 张牧师 他跟我说 你叫那些姊妹回来 不穿低空衣 包得多密实 别人都会去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的定论就是 所以那些人穿低空衣 穿什么短裙都可以 事实上 我回那间教会的时候 他们完全不介意这些东西 但问题我想让你知道 这个 连门面功夫都不做的标准 其实是神增会得很重要 没错 我知道有些人是 是做门面功夫 但如果是这样 换句话 那人就常常穿着 底褲都可以 事实上 后来真的是 OK 他们搞联合聚会当中 那个领事在上面 脱到只有一条底褲 OK 他们都继续拍手跳舞唱歌 这个就是我所说 连门面功夫都不做 那只要撒旦教才会认可 但是问题 我们回教会 不是为了 紧止于停在门面功夫 但是记住我们 兄姊妹 门面功夫都有 某一个程度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恩典 的一个好处 就像无语人 你会看到在我们被提之后 他才开始爱主 那神都用得着他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在撒加利亚书说 真是恩典恩典 神用他们真是恩典恩典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们不是金灯台 是灯台的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 当然我自己走的路不是这样 我由第一天 我已经说我不是这样 但问题有一些人 他全面性的回来 真的距离 那个信仰太大 他由外表做起来 因为外表是导致你在内心当中 起码做了一些决定 你才会搞好你自己的 你的裤子 你的头发 你的思着 甚至开始改了你的习惯 和口头线 如果你连这些都不开始 那圣灵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 不会帮你解到你的坏习惯 因为他进不了你的生命当中 去改变你自己的荷尔蒙 改变你的DNA 改变你自己的思维 改变你的思想 但是我见到很多人他愿意这样做 圣灵就立即回应 但是问题 门面功夫是可以做 说的话是可以改 但是问题 最极中 也是神最奖励的 就是我们会改变我们的内心 我们真的由一个犯怒的人 改变成为一个忍耐的人 由一个敏诊的人 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忍耐的人 由一个埋怨 苦毒 忧伤的人 或者消极的人 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很仔细的 去挑战自己 并且去做 而实际上很多时候 对于系统都会帮你去挑战这件事 但是最感人就是 当我们开始做的过程 原来你由你做门面功夫那天 神已经当足你做足底下去祝福你 但是只不过有一些这样的敗家仔 一些这样的敗类 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觉得厉害 你想想 所以我觉得那些人真的不要再被我见到 因为简直世界上有这样的人 但是神的恩典是真的 很多时候就像说的最后一样 总之第一次回来 他经历我身上感受到的恩高 医治 甚至很多人说 医治的时候有暖流这些 都是我自己医人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感觉到的 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呢 因为神的恩典恩典 导致你第一天回来的时候 你愿意同心而已 那你就已经开始经历了这种 可以说捷径一样 知道神的真实 亦让你去全面毁身的 那个不用等几十年 所以变成我现在说这个自传 里面有很多祝福 你只要和石安同心 你立刻会拥有 OK 而起码没错 你不是拥有最巅峰 但起码你拥有最低限度 比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关于这种智慧 关于这种圣灵的启示眼睛 如果你是同心的话 你已经开始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因为石上 弟兄姊妹实话实说 我说这些多年的广道 很多我身边的人都说的 外面的牧师 连听都没听得明白 但起码我们教会 弟兄姊妹听得明白 这个不是因为你天分高 你知不知道 是因为你同心 而石上我其中的资料 原来以前自己回其他教会 回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自己主日说的每一篇道 外面的牧师一生都说不到一篇出来 我们每个星期都这么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多大的恩典 你回来能够听得明白 已经是神所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祝福 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你是我依靠 常在我身边跟我永远求 是我眷顾卑游 有谁能比较 全地里真寶不足与比较 主爱最是心口 唯有你誓听我心里呼声听我呼求 唯有你教我永坚决事方 信全自首 主你慈爱不变 结伴还我守 你愿忍到在前头 每日领着我走 朝标安去别看背后 根深喜到 我愿珍惜所有游 向着正路快跑 人生依靠着你 心中心感动 甚足够 我愿珍惜所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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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我愿珍惜所有游